专访证人硕卖饺子长六百万一亭公司正头齐发 三十六岁的证人硕士业欲阵旺 近三年已醉生梦死和脚头二王者再起二度获台北电影奖难配角 并二度提名金马奖且凭川流指导获得中国影坛及被看中的悉宁first青年影展影帝 他的影视作品近二十步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因为全拿去帮世事的父母还债现已还六百万元 前年七月拍完脚头二后的半年他一度无戏约 穷到包水脚卖亲友也建了六十万元养家和还债 他接受苹果专访谈到2015年因恩施张作记的罪 生梦死提名金马南配角后开始被关注 邀约不断今年贺岁片第一炮 邯郸也由他和胡宇威双猛男挂帅 尽管表面看来风光 其实他至今仍处于需要钱的状态 前些年戏一步不接 他说通常是戏跟戏之间修二三天 最多就一个礼拜 但我很享受没有休息 一直工作 因为修下来就是没钱赚 今年刚修了三个礼拜 突然肠痘 头痛 腰酸 被痛失眠以前都没有过 可能是之前累计的 他的债务剩一点点 且有二岁儿子要照顾 也许是他认定男人就该扛的个性 使然 每次演戏都把自己全交出去 譬如拍邯郸 有段他掉落吸毒的过程 他坦言小时候碰过大麻 其他毒品都没有 所以他跟很多朋友打听吸毒样貌 甚至去陪伴体会 后段他诠释的主角 施聪也向龙牙人士及其父母请教揣摩 就连也有的血 他也自然全裸 真的完全投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